一级战区黄金店面烫金 但就在忠孝东路顶好商圈旁边的一家诊所 楼下呢有四家的店面 这生意是好的不得了 但是有民众向中间新闻投诉 说这四间的店面其实是违章建筑 诊所呢是把这个医院呢 这个出租给大房东 但是呢这个房东自己来搭建 做起了二房东的生意 那么诊所是管不着 不过呢这些店家也强调说 他们租房子来做生意 并不知道说这些是违建 但是他们都有准时缴税的 人来人往民众在店里挑选衣服 就位在忠孝东路四段东区一级战区 诊所楼下的黄金店面 烫金地段卖服饰 但却被民众踢爆 这店面是个诊所出租给房东的 公然大卫健 所以确实在这边生意很好 生意其实没有 那这边都没有人 难道是生意好被人踢爆 实际看看诊所一楼 外头空地真大一片 店家不仅左边租给一家卖服饰 中间两间也通通卖衣服 右边侧面同样一面墙也能做生意 空地隔成四间店面出租 一卖就是好几年 但根据诊所的说法 经营几十年的诊所 背后股东有九十几位 当时看好东区地段 租给大房东处理一楼店面 只是大房东转租给二房东做生意 问题就出在店面实际只有六平大 但房东将店面延伸出来 因为没有合法申请登记 被民众检举好几次违章建筑 建管处也多次爆差 我们都有缴税啊 而且像我们那种推车 像路人这样走过去 其实我们都不会挡到他们 对啊 而且我们那是活动式的 都可以推进去 现在强调从83年之后 是以活动式的做法在固定店面 不印象行人安全下 也都依照程序交税 只是面对诊所出租 委外收取高额出租费 公然经营为建 也让建管处得一查再查 中文新闻台北 中文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